五大街場縮小 這館本是提供給中華館 緊急的館工跟分局長來住 在這九十七年的時候 是補發這館工占用縮小 比這幻影破壞要整海撐出後 一直是沒人住 整個附近的紀錄表示 這個地方在和美是上次精華的地方 沒有利用是真怕勝 這文化教的表示 已經建立這幾位書 已經明年要來徵修 嚇你去這棟家長宿舍 就發現家裡的東西全部都倒閉 甚至儲點也破了一大扇 可以說像像房子外面的扇 附近紀錄就表示 家長宿舍為在和美店 中美路上次精華的區域 地段上次貴 算是風貝上次貴的一堆地 既然是國有地 應該準備和民間來開發 加速地面發展 最好你是說政府賣掉 國有三角的土地賣掉 賣掉 賣掉賣掉 讓政府去大樓 安靜更頂 有這麼頂 有這麼頂 對呀 付比這次最好的 讓我們安靜更頂 的反應不太好 無法教授 但我用標示 無人家長宿舍 已經是別的為列宿建立部 也開始批准在紀委書圍頭設計當中 已經每年自己精修了 未來可以作為無法阻塞 自己應用 調查研究大概明年初就會完成 這個時候做 那再來就調查研究完之後 大概就會有一個蓋僱的經費 就是大概比如說 整修大概要多少 那以後的一個空間的一個使用 大概要做什麼再利用 那完成之後 就會開始做設計 設計整修 和米家長宿舍 原本是提供給 中華館經紀元工 跟環境長宿舍大宿舍 在1917年 補华館工占用宿舍 比環境破壞了 就已經無人大 風雨到現在 頂峰一直希望可以在這裏 開發和米其中心 不過現在已經是別的為 列宿建立部 未來可能更能用來做 文化電南市 才是列宿舍武館 頂峰也感覺上當的爬勝 就算大清流 和米報道